那個辣椒種三個禮拜了嘛 那我下肥現在要下什麼 像這樣有需要加強一邊去罐頭 那我老師姐 好 謝謝 來老師 這個辣椒最主要還是在這陣子 冷這個辣椒 總是比較沒湯那麼好吃 所以我們在這個財務管理裡面 要小心小心注意一下 因為它不能太過頭冷 太過頭冷尤其辣椒 甜椒還不太過頭冷 如果辣椒可能會對冷的時候 一些活活性會變比較壞 所以大家要小心注意一下 這陣子濕氣比較重 所以你應該要注意一下這個藥點 最主要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疫病的節節部分 因為肚子很大 所以疫病 再來就是說 我們像這個 在辣椒這陣子 在辣椒這陣子 可能是沒有白粉 沒有一般是這個時間店裡面 比較容易卡白粉 所以比較涼 比較涼 它通常白粉比較容易來刪生 你如果是白粉油 它用的這個 一般白粉油 我們用鋪媚鈴 鋪媚鈴 它含有一個白菌病 在我們藏家的地方會產生 白濕那種東西 這通常是這個油 所以你鋪媚鈴一定要夾在用 所以說因為它很容易有這個白菌病 白菌病如果比較嚴重 就變成這個菌核病 這個當時有這種的 有兩種的一個情形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疫病 這是一定要顧 這絕對要顧到的 這個 這個 濕度如果是很高的時 長頭那種就很容易丟到 整張當然你可以定期 灌磷磷酸氰氧化醬 這個大董 蔡董跟辣椒 灌磷酸氰氧化醬 的效果真的不錯 所以你可以試驗看看 就是說 灌頭你可以用五百杯 就是說一行 都五百五百 南酒會 一公斤 你就是用這個五百公斤 水 就是說一行一公斤 雅鈴酸一公斤 青洋化醬一公斤 南酒會五百水 就要灌 這樣起來差不多 我們的經驗 差不多可以灌 兩分半至三分 灌下去有 這樣就有效果了 但是這次 這次在灌不會有 就是說 我們是平常 就是有 武器的時候 就要捏捏捏捏捏捏 它就有益風的效果 這陣子可能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伊德利 還是說 有的是用 這個浦巴克 浦巴克 是災的的時候 還會更好 所以現在應該是用 伊德利 達美粉 這陣子也會不會 也會透明 這大概我們 可以用的一個 這個藥 就是說你疫病 再來就是白捲 因為這個 濕更冷 最怕就是白捲病 濕冷的天氣 就很怕白捲病 我們這樣說的白捲病 因為它的三星 一顆菌核 小小顆 如果是遇到天氣 所以有的叫做小粒菌核病 所以這個時間裡面 就很重要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部分 你就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因為天氣冷 這種病 就很容易把這個三星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病害 這是有關在這個病害的部分 你如果說在這個 肥的部分 肚子很淡 我們差不多 那個時間要下肥 只要說 我們本來是要下 大概15公斤 你就要再黏起來 肚子比較淡 你就要黏肥起來 因為肚子比較淡 你就要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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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本來是 稍微調較少 這樣就比較沒有什麼 這個問題 在這個辣椒 我是很建議說 如果是濕冷的時候 你如果是說 有的人是都在吃這個 四十三個肚子 這是一個傻瓜施肥法 我是建議說 你可以用這個五盒子 配這個 用五盒子配四盒 五盒子配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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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喬椒肥 這邊就五盒 還是這邊就四盒 這邊就五盒 有的人是把兩行喬椒肥 兩行喬椒肥 那個比雷和四十三盒差不多 但是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它靈比較不會那麼多 比較不會那麼鹹 這個靈其實我們做文 用不太多 比如說一水這個水條 水條算對靈的利用算很高 一個水條這樣下來 半年 八二天 十五個月 它一水切成一分底 差不多不超過十五公斤 不超過十五公斤 你想想 過磷酸改 所以它靈的利用 一點點就夠 最主要是要吃起來 所以我們因為 有在用榮林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沒什麼要緊 但是你就可以 如果說 沒辦法去做 這個什麼 六五盒 六四盒 六五盒 沒辦法這樣做 你就跟兩行喬椒肥 這樣 你一分底 你就是 一個禮拜 你都固定一個禮拜 最起碼一個禮拜 都落一遍 比如說像這個天下冷 我們 一個禮拜 我就變六天 六天落一遍 六天落一遍 你就落六公斤 這樣 很少 六公斤很快落 所以你有時候 要多熱一點 但是我們最想 就是 控制二十五公斤 裡面 如果肚子比較淡 我們就補一遍 因為肥 真的不用那麼多 有夠多 可以這樣就好 這個比例上 起來就是 人不說很高 等 吃 吃比較高 一遍 大概 這個辣椒 因為它不用做丁 這個甜椒都不用做丁 所以用這樣 就不要緊 你如果是說 在番茄 這樣就 通常 小番茄就沒辦法 如果是大顆的 差不多 大顆的差不多 所以這是一個 改變的一種方式 你可以試試看 看這種熱皮的方式 你可以稍微來幫他注意一下 這類的方式 很 vid別 cha 各種電影 好 不壞 5個 下車 感谢观看